上辈子我是个大云种福解魔 无脑福解五十多年 把姐姐的三个儿子培养成才 甚至将亿万家产转给了姐姐 自己女儿脑尾 妻子心脏搭桥 都没舍得掏一分 最后害死了女儿 连妻子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最终残疾不能自理的我 被饿死在了家中 才明白自己有多蠢 妈妈 哥哥又打我了 玲玲的头好疼 玲玲的头好疼 爸爸 我头好疼 是女儿玲玲的声音 小九叔的睁开眼 猛着坐起 左右环部寻觅女儿的身影 我这是到地府和妻子女儿团聚吗 太好了 不对 地府怎么会有阳光 小九打量着这熟悉的环境 在低头看着自己 紧身花衬衫 八十年代流行喇叭褲 卧槽 这打扮 还有我的腿 没有残废 小九心脏砰砰跳了起来 一把拽过旁边的破镜子 这张英俊的脸 分明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再看看墙上的日历 明明白白写着1986 难道我重生了 小九惊呆了 继而一股莫大的喜悦占据心头 妈妈给玲玲揉揉揉揉揉揉揉就不疼了 耳边又传来孩子娇娇软软软的声音 挺委屈的 透过窗帘 小九看到小女孩水玲玲的大眼睛里挂着泪水 跟妈妈撒娇求安慰 而背对着她站立的女人 正是自己年轻的妻子 她确实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那时女儿还没变上 两行激动的热泪喷发而出 无声哽咽 谢谢老天也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这辈子我一定要让妻子女儿过上好日子 让羞辱和利用过我的人 欺负过妻女的人 都付出血的代价 玲玲乖哦 妈妈给你呼呼就不疼了 楚七七弯腰 温柔的在女儿头上呼气 咦 真不疼了 妈妈我饿 妈妈给你包羊槐花饺子吃 好吗 好 玲玲喜欢吃羊槐花 槐花很甜 小九鼻尖又一孙 她把工资拿去给外省们买糖果点行事 自己的亲生女儿却肯数值 能把寡淡无味的槐花 吃出甜味来 她真想甩自己两巴掌 乖哦 玲玲先去玩吧 妈做好饭喊你 记得离表哥远一点 也别靠近池塘 玲玲不想玩 玲玲想等爸爸回来 嗯 爸爸一下班 哥哥们就不敢打你了 嗯 爸爸 玲玲来接你了 小奶包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小九胡乱地擦了把眼泪 她师范毕业之后 就在公社的小学教书 通常在学校吃过中饭 就下班了 女儿几乎每天都去路上迎她 但她只会把外甥们抱起来 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家 对女儿视而不见 只因她白月光叫牛飞飞 但牛家除了要三转一响四大剑 还要八百块财力 正在她四处筹钱的时候 一直暗恋着她的楚七七 承虚而入 楚家不光什么都不要 还到达许多嫁妆 所以她被迫娶了楚七七 她不喜欢七七 连带着也不喜欢他生的女儿 现在想想自己挺混蛋的 看着正在洗头的妻子 小九头一阵发烫 上一世 她从没仔细看过妻子 竟不知她这么美丽 她的五官极为精致 不好 算算时间 零零落水就在今天 就马上 小九回过神来 迈着大步就冲了出去 屋里猛不丁 喘出一个大汗 把楚七七吓得惊呼失声 倒退两步 当心是我 温热的雄性气息 撒在耳畔 楚七七惊惧地侧了侧头 后背传来一片暖意 烫得她一颤 能不能 先让我洗好 楚七七羞惧地咬了咬唇 侧过脸去 雨节微颤 楚楚动人 小九看着妻子 清纯美丽的脸 眼里压抑着疯狂 想到上一世 妻子猝死前 那张布满沧桑哀愁的脸 不由得红了眼眶 这一世 她会好好呵护她 老婆 我想你 大白天的 不要乱来 我 想到之前 自己对她的无耻行径 冷暴力不说 只要她想 就会不分场合的药 她想解释 自己不会再做见她了 可话未出口 女儿无助的哭声 就传了过来 妈妈 妈妈 楚七七笑脸一遍 说道 一定是你那些好外甥 又打我的孩子 简直是 倒嘴的重话 七七又咽了回去 她不敢说 因为丈夫会维护她的外甥们 大姑姐一家 霸占她的婚房不说 三个男孩还见天 欺负她的女儿 她也找大姑姐理论过 但每次都碰一鼻子灰 只因自己的丈夫 占人家一员 我去 你先洗 楚七七愣了一下 不敢相信地看向丈夫 之前不管女儿 发生了什么事 她都无动于衷 也不会顾及她的感受 但这次 小九来到大门口 远远看到池塘边上 她的三个外甥 将她的女儿围在中间 推推嗓嗓 三个狗小狗 关门打她的头 担当着她的面 却从来不动手 更可气的是 她的姐夫 就在旁边的树下跟着聊天 就当没看见 我爸就要下班了 你们等着瞧 我舅舅会帮你吗 就是 舅舅最疼我们 你一个不值钱的丫头骗子 还以为自己是快宝呢 你爸不上班了 给我爸接班了 是的 小九昨天就辞职了 而且走关系 让姐夫接了她的班 二外甥更是掏出三块酥糖 晃了晃 这是舅舅给我们买的小儿酥 可好吃了 你有吗 小儿酥是当时最流行的糖果 谁吃谁骄傲 小家伙抿了抿唇 努力把口水咽下去 小九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 企图找到一颗糖 给自己的女儿 但口袋里 红红如影 你跳河里去 我们就给你舔糖纸 对 跳一次给一张 不要 玲玲可不傻 低着头想走 三个男孩可不想放过 这个玩耍的机会 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 最后有小二出面 一双手猛地推向小表妹 小九猎豹一样跃出 一把拎起女儿的厚薄力 避开了那双脏手 而外甥扑了个空扑通一声 把自己设河里去了 小猎豹一样跃出